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和震撼的事件 梅拉尼亚 特朗普在她丈夫唐纳德 特朗普遭遇刺杀未遂后 首次打破沉默 发表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声明 呼吁美国人团结一致 这起事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特朗普集会上 导致一名观众死亡 另有两人重伤 梅拉尼亚在声明中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切关爱 并感谢特勤局和执法官员的英勇行为 同时 这次事件也引发了对美国政治暴力和枪支管制问题的广泛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震惊全美的重大事件 根据《独立报》《环球邮报》以及Yahoo!US的报道 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特朗普在她丈夫唐纳德 特朗普遇刺未遂事件后 首次公开发声 呼吁全美国人团结一致应对这场危机 这件事发生在宾系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一场特朗普竞选集会上 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观众死亡 另有两人重伤 而特朗普本人则仅受轻伤 梅拉尼亚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表了一份充满情感的声明 她描述了荡子弹击中她丈夫那一刻 她和儿子巴伦的生活正面临毁灭性的变化 她感谢那些勇敢的特勤局特工和执法官员 正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及时保护了她的丈夫 她呼吁全国在这次枪击事件后团结一致 强调美国这个国家的文理虽已破损 但勇气和尝试应该让美国人重新团结起来 梅拉尼亚在声明中强调 她丈夫唐纳德的生命核心 她的激情 笑声 创意 对音乐的热爱和灵感 不应该被政治机器所掩盖 她形容特朗普是一个慷慨和关爱的人 并表示最近几个月有关他们婚姻状况的猜测都是无稽之谈 她还对那些在事件后对她丈夫和她家庭表达支持的人表示感谢 特别赞扬那些超越政治分歧伸出援手的人 这次枪击事件中 嫌疑枪手托马斯 马修 克鲁克斯 在集会场地外的一栋建筑物屋顶上开火 特勤局迅速反应 将特朗普带离现场并击毙了枪手 特朗普在事件后表示 子弹擦过了他的耳朵 并感谢上帝阻止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这次事件立即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震惊 不仅是因为袭击的对象是前总统特朗普 更是因为这再次凸显了美国政治暴力的严重性 许多政治领袖无论是哪个意识形态光谱 都纷纷谴责这次枪击事件 加利福尼亚州 州长加文·纽瑟姆 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 以及前总统乔治 W.布什和现任总统乔·拜登都发表了声明 表达了对这次事件的震惊和哀悼 这次事件让人不禁联想到美国历史上其他几次著名的暗杀企图 例如1912年 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竞选集会上被枪击 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演讲 这种勇气和坚持在某种程度上和这次事件中的特朗普如出一撤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将这次事件看作是他受到神灵保护的证明 而这种信念也可能会进一步巩固他的支持基础 然而 这次事件的政治影响远不止于此 他再次将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推到了前台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美国每年因枪支暴力死亡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枪支管制的倡导者可能会利用这次事件来推动更严格的枪支法规 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 对枪支权力的坚持是他们与这位前总统之间的重要联系之一 这次枪击事件也对特朗普正在进行的竞选活动造成了直接影响 虽然他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坚定和勇气 但这种暴力行为无疑会给他的竞选活动带来更多的变数 此外 这次事件也可能会让他在竞选策略上做出调整 更加注重自己的安全问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这次事件反映了美国当前的政治气候政变的越来越不稳定和极端化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对于暴力行为的谴责都是一致的 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却有着深刻的分歧 枪支权力和枪支管制之间的辩论仍然是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 而这次事件无疑会让这个辩论变得更加激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梅拉尼亚 特朗普的声明显得尤为重要 他呼吁美国人超越政治分歧 团结一致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呼吁 政治暴力无论针对哪一方 都应该被严厉谴责和制止 美国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对话和理解 而不是更多的分裂和对立 总结来说 这次事件不仅是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一次重大的打击 也是对整个美国社会的一次警示 无论是枪支暴力问题还是政治分歧问题 都需要得到及时和有效的解决 正如梅拉尼亚在声明中所说 美国人需要的是团结和勇气 而不是更多的仇恨和暴力 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让我们继续关注和探索这个重要的事件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梅拉尼亚特朗普在她丈夫唐纳德 特朗普遇刺未遂事件后 首次打破沉默 发表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声明 呼吁美国人团结一致 她在声明中描述了当时的惊恐情景 感谢特勤局和执法官员的勇敢行动 并向在事件中受害的无辜受害者家属 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事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一次特朗普集会上 嫌疑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在场地外的一栋建筑物屋顶上开火 导致一名观众死亡 另有两人重伤 特朗普的诱饵被子弹擦伤 但在特勤局的保护下 他迅速被带离现场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社会 引发了对政治暴力和枪支管制的广泛讨论 特朗普在事件后感谢上帝阻止了 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 并表达了他将继续参与政治的决心 梅拉尼亚在声明中强调 这次事件让他深刻认识到 政治家也是有爱的家庭中的一员 他赞扬那些伸出援手支持他们的人 无论政治立场如何 他希望这次事件能促使美国人重新团结 共同应对挑战 历史上 美国曾经多次发生针对政治领袖的暗杀企图 如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和对安德鲁 杰克逊的暗杀未遂事件 这些事件也曾引发巨大社会反响和政治影响 此次枪击事件再次暴露了 美国社会深层次的暴力问题和枪支管制的困难 根据枪支暴力档案馆的数据 去年美国有18884人死于枪支暴力 比9年前多了约50% 这表明枪支暴力已经从公共政策问题 变成了公共健康问题 急需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总统拜登和多位政治领袖迅速谴责了这次枪击事件 强调美国需要更加重视安全和团结 这次事件再次提醒美国社会政治分歧不应成为暴力行为的借口 对话和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